台湾民众党16号发布竞选歌曲 台湾媒体发现 一向爱唱歌的柯文哲一甩过去印象 这回现唱与上一次开口差很大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梯 那一定是COVID-19 上次唱歌旋律节奏在哪里 柯文哲完全找不到 把一首爱你唱成饶舌 但台湾民众党此次让他再开金口 带领党内参选人合唱竞选歌曲 这首歌台湾民众党找来台湾艺人包小松作词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更是发挥大母鸡作用 在歌曲中有一句独唱 这首歌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 有一句一定要让他solo一下 其实这一句也是精雕系组 并没有特意的放过他 所以说主席也是录了很多次 而要代表台湾民众党参选新竹市长的高鸿安也现声 歌词呼应选情 而选战脚步越来越紧凑 尤其新北市长选战 侯友宜林家龙展开连日交火 台湾民众党要在夹缝中求生存 现在传出 柯文哲也想推人参选新北市长 从而带动选情 但党内人士担心 柯文哲这个母鸡不够强 反而全体会被拖累 最强的母鸡当然就是我们柯文哲主席 所以我们各个小鸡在新北市都很努力地在耕耘地方 柯文哲就是民众党的最强母鸡 这一点已在党内有最大共识 但究竟在这场选战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外界都在看